好,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圣北的课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线套循环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循环的使用 比如我们这个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什么while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还有我们的这个for 那他们是来进行做循环控制的 那线套循环呢 那大家很容易就想到 当我这个循环里面又有循环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还有的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if or else的线套 使用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像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我们常见的这个迁套循环内有哪写呢 一个就while,do well,一个for 还有我们while里面再迁套do well for里面去迁套while 还有do well里面迁套for循环 主要是有这六种 当然他们之间相互迁套是都没啥问题的 但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我们这个迁套呢 基本上都是for循环和我们这个while循环的迁套 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两种方式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当然是形式方式都是一样的 只是形式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会一种其他的自然也就会了 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他们都是控制的方式不一样 假如说for循环它是通过我们这个括号里面 三个表达式进行控制 是吧 是这样去的 而我们的while呢 while它是通过我们这一个表达式去控制 是吧 而我们do well呢 同样也是 它是通过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表达式去控制 其他就都是一样的 是吧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是吧 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那同样我们理解了这个嵌套的这个 循环嵌套的这个形式 那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是吧 就是说有多层循环 就是我们循环是控制 我们的这个 这个循环 它是控制我们反复执行的 是吧 那 这嵌套呢 就是我们反复执行里面 又有反复执行 是吧 又有反复执行 这在我们的应用当中 是不是使用场景也是很多的 是吧 举个例子 哎 我们现在 让我们去打印一个矩阵 是吧 假如说我们打印一个矩阵 是吧 那这样 那这时候呢 大家想想 我横向 要进行循环 打印打印打印 动向呢 我又要循环打印打印 那我们常见的这个惩罚表 是吧 大家都见过这种惩罚表 惩罚表是不是 1乘1 等于1 是吧 1乘2 等于2 2乘2 等于4 是吧 1乘3 等于3 2乘3 那它也有横向和纵向呢 是吧 那它也需要这种 通过横向 横向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 负号循环 是吧 那纵向呢 它还要进行负号循环 只不过是我们在 横向的时候 横向的时候 还有时候就打一个 横向的时候打印两个 横向的时候打印三个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 对于这个负号循环的 这个使用呢 还是比较常用的 而且相对来说 在我们的基础语法当中 它是 对于很多学生 学的携手的时候 是容易有难度的 是吧 稍微有难度的 好 那么下面通过一个小例子 给大家讲 讲一下 就是关于惩罚表 是吧 如何实现 是吧 通过一个负号循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负号循环 是吧 然后我们随便写一个负号循环 I等于0 I小于10 I加价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把它输出 什么样 输出I值 我们输入I值 我们来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0123456789 把我们这一行 值都输出出来了 是吧 输出出来了 那同样 如果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 我再去嵌套一个循环 是吧 再嵌套一个循环 比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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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我们 然后它是表示一块区域 那这个大块是表示这是一块区域 好 那现在我们输出 暗影和J 都输出出来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J 大家看一下 它按照我们 如果不是嵌套的话 它应该是输入01.346789 然后 不是 应该是001 不对 如果我不是嵌套循环的话 我们把这个分析分析 好吧 如果不是嵌套的话 我们正常情况 应该 我们理解是 0 0 是吧 1 1 2 2 3 3 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塔利之行结果是什么呢 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是吧 是这样子的 假如我们每次输出过之后 来给它做一个 呃 换行 好吧 给它做一个换行 再执行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 它是0 1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一直到 0 0 9 是吧 0 9 这是一群 那后面继续是 10 10 11 是吧 后面再接着 2021 那我们现在 看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效果是 当I等于0的时候 我们在接一等于什么呢 接一等于 这个 呃 等于这个 0 1 2 3 4 5 6 7 8 9 是不是这样 当I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接一又等于 0 0 1 2 3 4 5 6 7 8 9 接一等于2的时候 一样 一次力推 那当我们的I等于9的时候 那我们的接一呢 依然是0 1 2 3 4 5 大家想想 这个组合的方式 就是不是有很多呀 因为每一个I 它都会对应10个 接一的值 跟它去匹配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输出方式 那既然是这样的 那我们如何去控制我们的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呃呈花表呢 是吧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呈花表它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呃 每一行 然后我们再看再分析一下这呈花表 是吧 我们的呈花表是不是 1乘以7 等于1 1乘以2 等于2 2乘以2 等于4 1乘以3 等于3 2乘以3 等于6 3乘以3 等于9 那这里边我们可以是不是说明 我们这个 这个值跟这个值 其实还是呃 是变化的 是吧 是变化了 然后在第一行 它就是1 1 1 第二行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在变 是吧 这个就不变了 是吧 那第三行 当然是这个在变 这个3就不变了 是吧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外面有一层 控制里边有一层的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一层 123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 化循环 嗯 假如说是我们的I 是吧 I等于从1开始 好吧 然后I呢 再消于 正常学123456789 应该是到9 是吧 到9 那等于9 是吧 然后I加加 是吧 那通过这一个呢 它来控制这个123的变化 一直到9的变化 那当每次我们12345一直到9的时候 它里边呢 是不是又有一个循环呀 是吧 又有一圈 这个去 这个循环 是不是可以再去控制下 控制我们的这个123 是吧 这样的 那这里边是不是 我们继续要定义 J等于1 那我们的这个J呢 一般实情关系呢 是小语等于我们的之前这个I 是吧 因为你I I是 是哪一行的时候 123 是哪一行的时候 卡丽前面这个值 在变化的过程中 不会超过他这个I 是吧 不会超过这个I 那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J就是等于I 是吧 然后下降 那这样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这一个一个结果呀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操作 是吧 这个大家是需要 需要为你理解一下 首先我们都是从1开始的 那我们在让I呢 当然就是1 是吧 那我们这个I呢 就是小语10 或者是等于 等于 小语等于10 9 也可以 好吧 我们小语10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控制谁呀 控制我们 另外一个变量的 就是我们的J J等于一个1 也是从1开始 那它这里面要是 小语等于我们的I 是吧 因为我们J的变化 无论它每一行变化 它都不会超过我们I的值 是吧 它只会等到 等于我们I的值 就OK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给输出出来 是吧 输出我们的IJ相成的值 让它相称 让它等于谁 是吧 想说我等于一个这个本文号D 让它对应的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的J 等于三个值吗 I乘以J 这三个值是分别代表我们的J I和I乘以J 是吧 这样输出过之后 它就是相当于外边是控制我们的行的 里面呢 是控制我们有多少个 这个是控制我们的列带打印 是吧 列带打印 没打 我们没打 没打一行的时候 就是我没打一行的时候 我们就要干嘛 需要然后进行换一下行 是吧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再换一下行 直接换个行就OK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少一个什么分号 好 进行 好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效果 是吧 效果是个效果 第一行一乘一 是吧 第二行是一乘二 二乘二 是吧 二乘二 那就像我们的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的IJ 都是执行一次 是吧 都是执行一次 那我们当I等于二的时候 是吧 I等于二的时候 那我们的J1呢 它是变化的 J1是 1 2 是吧 1 但是我们后边的这个I的值并不会变 是吧 I值并不会变 那这里边我们稍微空格一下 空格一下 这样会好看一点 是吧 好看 那同样第三行也是我们的I的值不会变 是吧 但我们的J1值在123的变化 是吧 无论我们这个J1怎么变 它都不会超过我们I的值 就是当行 I的值 一直到9981 是吧 那这个乘化表就出来了 是吧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 化循环 欠套的实现 这个完成的 好 那这个呢 好好理解一下 这 就是说在我们的化循环当中 如果在这个理解了 就是理解透了 那我们以后去实现一些功能的话 相对来说会简单很多 是吧 因为以后我们就去实现 假如说 我们以后我们会碰到很多 变成体就类似于 让你打一个这种星号 是吧 那你再会打印 是不是 甚至 甚至还有的是倒三角的 是吧 倒三角 是这样的 是吧 那还有的是这样的 你要从这边找出规律 然后去 去打印出他们的这个效果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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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